Hello 大家好 朱春好 還有四天澳門的電子消費優惠結束 香港的消費券也是 不用就要還給阿公 所以不少居民趕緊將電子消費優惠清零 有超級市場說 今個月到店鋪買現金券的人士較上個月激增四成 大多希望延長消費優惠的使用期限 尤其用於即將到來的農曆新年 亦有電器店鋪說近日明顯多了人來買東西 電子消費優惠包括啟動金銅立減額使用期到今個月31日 政府日前再呼籲居民及時使用 否則餘額會退回庫房 浪費了 最近有超市鼓勵居民用盡電子消費優惠 推出買現金券加大積分倍數 也有超市推買400元現金券送20元 相當於九五折 更有超市買200、300現金券也送二、三十元 各式各樣務求刺激居民消費增加生意 有超市老闆說對比上個月今個月購買現金券的人士較上個月增加四成 人均大約一、兩千元 反映居民明顯省住洗到最後一日還有這麼多餘額 有居民認為優惠計劃確實可以幫保家庭開支 如果明年經濟仍然低迷 政府應該及時出手幫助居民 現時疫情未退更不知道貴賓廳事件對澳門的經濟影響有多深 有在娛樂場工作的員工說 雖然目前仍然有公開 但也擔心飯碗不保 所以能節省 希望政府可以時刻研判經濟環境及時出手幫助經濟困難的居民 好,這一集先看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Channel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出去 下次見,拜拜